好回到来讯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二 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 照例的邀请到社早安 才经营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云聪早安 大家早安 好早安 我们这次过年最后的第一天见面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来拜个晚宴 对 而且呢 沈云聪不能够回马来西亚 所以呢 这是你 那么多年以来 幸灾乐祸的 我刚才问他说过年去哪里外 这是你那么多年来 第一次没有过回马来西亚过年嘛 对啊 马来西亚最近疫情也蛮严重的 台北讲 所以你不要回去也OK 希望接下来疫苗赶快 赶快普及世人 嗯嗯嗯 那但是好吧 那你要顺便讲一下 那你你的家人在马来西亚 他们有没有觉得紧张 还是怎么样 会啦 所以所以大家就尽量 尽量遵守规定 不要出门 少出门 真的吗 是真的就少出门啊 现在还是在 可是你们家不是住在那个什么海边 比较空旷的地方吗 也一样少出门啊 因为政府规定 就比方说一台车不能超过多少人 然后你不能 不能到多少距离 然后过年 你就只能在自己家 跟自己住在一起的人 吃年夜饭 就不能 是真的到这样子 因为大家比较少 那么去focus 关心到马来西亚 也是这样子 OK好 那所以呢 在台湾那就是幸福的咯 因为呢 你们不是还去花莲玩啊 什么的吗 不是 OK好 好那要稍微收点心 回过头来看呢 这个经济学人啊 这分辨故事 讲的呢 就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呢 正式签订了要重返 巴黎气候协定 所以呢 接下来关于气候变迁这个话题呢 应该很快的重新回到台面上啊 会比较 嗯 讨论或者比较积极的进展 因为至少几个比较大的国家嘛 你说缺美国来谈气候变迁 或者缺呃 中国大陆来谈这个要减碳 那不等于是讲笑话吗 哦那现在终于两个国家应该又要回到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当中了 所以对于整个的呃这个气候变迁可能可以做的努力 我觉得是会变得谈起来比较有意义啦 OK好所以呢封面故事讲的是美国的这个叫怎么讲 American's better future就是比较好的未来吧 你去展望未来可能会希望好一点点 至少比起川普那个时候呢 几乎把所有的环保禁令通通取消 然后呢把这个火力发电厂能够开的全力 火力全开会好多了吧 嗯 这一期经济学人封面谈的是美国与气候变迁 嗯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谈呢 当然几个重要的新闻点 一个是你刚刚讲的 2月19号算是美国正式重返巴黎协定 嗯 那再来另外一个重要的背景 当然就是现在 德州的暴风雪了 那当然这一场暴风雪 未必是这个气候暖化的结果 但他但可以确定的是 我们过去这几年来越来越长遇到的极端气候 当然就是气候暖化的结果 原因之一 对对对对对 我看很多的专家讲说 他不敢说呃就是只有他所造成的 就是说啊这个气候暖化所造成的结果 但是他就是很多原因 但中间有个原因一定是跟这个全球暖化有关系 没错没错没错 那所以这一期经济学人就借由 我觉得特别提这个是因为 你看我们常常历史事件就这样子过去过去过去 那我们我以前在做周刊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个想法 就希望能够让未来大家回头再看历史事件的时候 光是看我们的cover story 就可以大概知道今年的这个礼拜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你明白为什么吗 是这样子 所以你要像我自己在看经济学人 或者以前在看time 在看newsweek 或者在看其他的杂志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那个封面故事通常是紧扣着 当时的最重要最热门的新闻 当然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周刊也就专题化了 你就比较少有跟最近的事实 而且有些时候 这个就像是我们每天的新闻也是一样 你做新闻 总希望说当天的新闻一定是扣住当天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今晚会当天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就像当周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鸟失 没有就算了 但我就说如果有的话 其实就像经济学人这样子 比方说我的意思是说 也许几年之后 我要回过头看想起德州大风雪 我更忘记是哪一年的哪一个月 对我来说我就翻到 经济学人杂志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有做一个专题 所以我就寻着这个专题 我可以找到那个时间点所探讨 所以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我觉得我觉得未来大家想起美国大风雪 在关心气候软化的时候 可以来找这一期来看 因为这一期除了接下来谈的这篇Leaders之外 他还有一篇蛮长的专题 他叫Briefing 谈的是减碳之后的美国 美国的栏目里头也第一篇文章 其实谈的也是美国这场德州大风雪 所带来的关于能源上的讨论 其实不止美国在英国的部分也是一样 待会时间我们可以顺便聊一下 那以这场大风雪来说 我想其实我们如果看美国是一样啊 就共和党民主党两边就骂来骂去啊 这个比方说共和党说 你看你看你看 德州为什么会这么造成大风雪 然后大家全面缺电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在推什么再生能源 对不对 什么风力发电 你看那个风力发电车 你看经济学院的风力发电全部都是白的 为什么都积雪 结冰 不能转 所以不能发电 所以造成大家缺电 那石油也一样不能够那个运转 哪里只说天然气电厂现在也结冰不能运转 核电厂也结冰不能运转 就没有讲到风这个风力而已 所以所以其实经济学院演出 其实更根本的问题是 德州整个被载电量是不足的 而且更糟糕的是 很老旧的各种线路的设计 其实导致他没有办法紧急需要的时候 可以从别州可以从别处取得他所需要的电力 所以这件事情 当然美国我们不是一天两天在讨论的 所以拜登本来就已经有准备要要推出新的法案 所以未来这几个月法案会送到国会 拜登的目标是希望目标能够在2035年告别所谓的活力发电 那为什么这一起经济学院特别锁定美国与气候变形 因为气候变形毕竟是我们全球人类的共业 大家都必须共同面对 但为什么特别来谈美国呢 主要是因为美国它不只是全球第二大的排碳大国 仅是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各种环保政策 各种环保科技的领头羊 因为一开始的捷径能源 很多的观念跟很多的刚刚讲的设备啊 这些设施等等 确实是美国它是一般也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嘛 包括那时候太阳能也是嘛 对不对 那但是当经历过川普的四年之后 自己几乎都平摆下来 至少就不是政治正确 或者对川普来说 他就不断的去阻挡他 他不断的觉得说火力发电 那这部分的话可以让他的一些选民 他选民处在的地方 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等等啊 那甚至还去把一些国家 我记得好多的是那种国家公园预定地 也去开发了说可以去 什么专探石油啊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觉得还蛮糟糕的 大财团对不对 如果美国继续搓头在 在你刚刚讲的这个共和党的压力之下 而在新的能源政策上 没有进一步的推进 对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继续的视若无睹的话 那经营学人说是会带来巨大的风险的 Big Risk 首先第一个 至少至少对美国来说 在新能源产业这件事情上 美国会失去它的竞争力 美国会失去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包括太阳能板 包括电池 中国都已经领先 是啊 而且现在 而且到处在投资各种的矿产 各种需要的原料 中国两大开放银行 至少已经投入了500亿 在再生能源这件事情上 那当然欧洲也有自己的标准 所以换言之 如果接下来美国做事 继续两个手自己是有所旁观的话 那你想想看别人的科技 别人的政策 都已经往前冲了什么程度了 你将来会渐渐的失去竞争力 失去竞争力 还是是其中之一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 也比较更重要 也同样重要的是 美国将会失去 它在气候暖化 这个领域的话语权 以及它的影响力 所以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现在时机 的确非常的关键 未来几年 如果美国没有继续 采取减碳的做法的话 而且如果失去了这个 可以大规模改善 大规模采取行动的契机的话 其实对美国来说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那要大规模的改善 精选的时候 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没有错 首先共和党是还在继续反对的 但是在政治上 已经出现了微妙的气氛变化 因为首先第一个 选民的意识已经抬头 就你共和党再怎么反对 其实老百姓已经看出 你们这些人 这样子搞下去不行 现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 认为政府在改善气候变迁 这件事情的动作 是太满 是不足的 而且这件事情 已经影响到了 年轻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年轻的共和党的从政人员 这点倒是年轻人 是没错 再加上对共和党的金主来说也是 因为要知道现在再生的人是当鸿的投资趋势 所以如果共和党自己在党 其实这些金主也会有意见 那进一步也会形成共和党要面临的压力 当然整体的环境是对于改善是有利的 因为过去这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 过去我们都说 你看这些贵爽爽 而且供电不稳定 风力发电那么贵 那个太阳能发现那么贵 但不 过去这十年 风力发现成本降了70% 太阳能发现降了90% 而且电力储存的技术现在也正在改善当中 没错 所以各国美国现在有一半以上的州都自己定了新的目标 都定了自己关于干净能源的目标 并且州民自己对自己的环境是要求最高的 我们的台北台中高雄 其实自己都有自己的目标的要求 所以整体来说 经济学会说 这个改善并不是那么没有需要的 没有希望的 是真的这样子 我们刚讲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价格 所以过去这个绿能的价格 因为高的关系 所以大家会觉得 那你不行啊 你短期还是要用火力发电啊等等等 那现在已经没有这个 就这问题真的消入非常多了 再一个就我们刚讲的储存了 所以当这些东西都可以克服的时候 你说尤其像美国 那么大的一个强权国家 你还有什么理由说 你不去做减碳 对不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储存啊 我们还有时间吗 刚刚讲的储存 正好就是为什么 这个时候要谈这个题目的重要原因 因为这也意味着未来这是一笔大投资 一笔大投资 未来这十年 所有投入的金额可能会高达2.5兆美金 会投入哪里 各种的研发 包括你刚刚讲的能源储存方法 对啊 更高阶的核子反应炉 等等 所以你看接下来拜登 他如果要突破共和党的封锁 他当然要从这个利益的角度出发 去切入各种的这个气候导向的基础建设 你要怎么反对 对啊 所以刚才刚刚这个云童讲到重点 第一在于说呢 这个经济学人的切入点 不在于说你在道德上 或者你在这个全球的永续上面 你有多大的理想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以带动另外一个产业的博新 跟发展 从绿能产业 那这部分的话 有更多可能政治人物 必须要去面对的 不管就金主来说也好 企业来说也好 提供另外一种就业机会来说也好 对不对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 等于是一推一拉之间 可能这样子的一个浪潮 在拜登下台之后 更可能会更快的 必须要站到台面上面去推动 OK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光是讲到这个全球暖化 讲到能源就有所谓的传统产业 跟新兴产业 就能源本身来说 都有这样的差别 更不用讲说在数位时代 有更多更多的好玩的 新兴的一些可能性 股市里面呢 过去段时间 大家在讨论有关于呢 这个什么罗宾汉 这个散库大逆袭 也就是利用一些数位工具 那现在有另外一个呢 很 这个女士同学跟我们聊的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 叫做SPAC SPAAC 说在股市现在很红 它红什么东西啊 你那个 那个弹的语气很不屑的样子 也没有 我之前没有 我要讲说 有些东西现在都是推陈初心 但推陈初心呢 这种破坏式的创新 有些是真的破坏半天 你觉得它非常有创新的价值 有些的话你发现说呢 它说创新半天 它的唯一达到效果就只有破坏 所以呢 它到底是哪一种 不知道 你讲到创新啊 我们除了刚刚那个题目之外 我再附带提 因为今年接下来呢 11月会在苏冠举行气候高峰会嘛 那英国也会是共同的主办国之一 所以这一期其实也有两篇文章谈是英国 因为英国经营很特别 过去年很特别 因为不是 不是它封城 然后大概 这一次新冠肺炎 所以大家对电的消耗量也很低嘛 所以今年 去年呢 英国曾经有两个月的时间 几乎没有用到火力发电 真的啊 OK 所以我们就天空变蓝了嘛 对于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其实今年11月的这场高峰会上 英国打算会提出 它的所谓的绿色工业革命的主张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用工业革命的概念 来形容这一波的投资大潮的话 它把它取名叫绿色的工业革命 OK好吧 刚刚讲了拜登的所谓的气候 变迁导向的基础建设 嗯哼 你这样讲 我又顺便可以补充一下 因为在过去这个周末 如果大家注意到的话呢 这个拜登有在这个七大工业国的 这个G7上面发表演述吗 事实上他们那时候就提到一个 我看的时候还觉得 哇 是真的蛮蛮蛮严肃 出满历史性的话题 就在讲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嗯 事实上 呃 全球的真的是有 我真的觉得有事知识 以及有智知识 有前瞻性的领袖 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谈 有关于现在这个人类的文明 进到另外一种 呃 以不同的经济的方式 跟不同的一些 产业革命的面貌 可能带动了一个新变革的时代来临 嗯 所以我们到底要选择 什么样这个内涵跟可能的方向 是 这个还蛮重要的 当然了这过程中还是呃 你绝对不能排除投机泡沫的 的的的疑虑啊 嗯 嗯 更何况气候变迁 你还是可以保持你的疑虑 或者话一路你不相信的话 但是这一波的投资潮 我看起来是蛮确定的 而且呃 各种的研发 各种的新的科技 都会相争相的投入这块领域 毕竟大家一旦看好 当然了 大家就抢进来 对啊对啊 所以我相信绿能是一个 我觉得数位啦 就是数位科技 高科技 它得要往哪个方向走 嗯 所以这就谈到 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个题目 嗯 它是在Business里面头条 谈的是我们最近 在美国股市 非常非常 呃 引起话题的一种IPO的公司 嗯 好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因为这个看起来会是 下一波新科技哦 要搞上市上柜一个 一个捷径 嗯 一种一种很特殊的上市方式 嗯 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先讲一下背景哦 先讲到 呃 要上市上柜 我们都知道很多公司 做得很成功 做得够大 都要上市上柜嘛 对啊 那过去的IPO 过去的上市上柜 共有两种途径 一种呢就是啊 这个我找了一家 成销银行哦 券商来帮我成销 然后 然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呃 炒新闻啊 呃 做rock show啦 总是想办法啊 最后我公司就 敲楼大鼓的上市了 这是传统IPO 嗯 一下子哇 涨到多少了 对对 这就这就这就直接走 走康庄大道 另外一种呢是倒过来 我们叫做叫做 借客上市 嗯 来说我自己没上市 但是呢 我看准了一家公司 有机会 我买下他大半的股权 哦 然后我就变成他的老板 嗯 那我的业务就直接跑到他公司去了 所以我这叫借客上市 过去 所以比较常见这样 当然还职业 IPO也有上市 还有分这个待会再聊 但现在的所谓的 SPAC 你刚刚讲的 SPAC 它英文全名叫 SPA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Vehicles 意思是说 很特别啊 很有意思 它叫做特殊目的并购工具 特殊目的的 什么样的特殊目的 也就是呢 现在我要IPO一家公司 但我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我要已经有生意了 已经有客户了 已经有员工了 已经有地点了 没有 现在这个SPAC 它上市是一家空白公司 空白公司 它可能就两三个员工 甚至没有员工 就两三个名人的投资者 或者基金基金员 然后我就成立 我号召你说 我要IPO了 IPO什么东西啊 好问题 对啊 它又没有公司 它这种其实就是说 我上市的目的 我上市的原因 就是告诉你 我上市之后呢 募到了你的钱 比方说我要募 三亿美金 你就投资我 投资我之后呢 这三亿美金我拿来干嘛 我拿来物色 我要并购的对象 比方说我看到的再生能源 是未来的重要前进 然后我已经看到了 在台湾乡下 有一家公司 非常值得投资 你看 它还没有IPO 还没有IPO 我就把它买下来 买下来之后 我帮它IPO 我帮它IPO 不是帮它IPO 而是我买了它之后 因为我已经是IPO了 所以你 就直接就是IPO的一家 上市公司了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 就比过去 你看 你还要去申请IPO 上市上柜 搞了一堆的手续 这么麻烦 不用你直接把你股票 把你公司卖给我 你就可以变成生市公司了 那问题如果说 那家公司不想IPO呢 也可以啊 你就不要答应 不想让你买呢 那就不要答应 我再去找另外一家 那不要退钱吗 如果 对不对 假设你答应我 要的 说你要帮我去买一家公司 那家公司呢 看起来很有前景 所以我相信了你 我就把钱给你了 问题后 你没有买到那家公司 我可能会再去找另外一家 但如果我最后都买不到 可以 我时间到 因为它就有个时间 时间到了 我如果没有买到 推荐 就结束 好 那为什么要谈这个 因为现在真的很热 真的很热 去年 大家知道 光是去年 美国的SPAC上市的 高达250家 总共募到了800多亿美金 所以已经就是真的这样 透过这个管道去上市了 已经SPAC已经200多家了 已经等在那里了 那为什么这样会红啊 很厉害吧 这样用一下买空卖空不是吗 一点都没错 所以它有个nick name 有个小名 这种叫做空白支票公司 就是我开了个自己空白支票 就让你随便去买 让你填了之后 看你要买谁 支票再开给谁 而且这个趋势看起来 今年还会继续的热下去 因为光是刚刚过去的一月份 平均每一个上班日 每一天都有五家 都有五家这种SPAC 但它到底 很惊人 它吸引人的地方到底在哪里 譬如就投资人来说 投资人的好处在哪里 那就这个被买的那家公司来说 那家被买的公司它怎么样 两个原因 当然第一个 对于想要上市公司来说 这个真的是最快的方法 就缩短它的上市的时间 对对 而且非常省钱 我刚刚讲了很多的IPO 你看过程中要花这么多的钱 要花这么多的时间 城销费用随便算起来 就是到时候募到金额的可能5到7% 就要付给高盛 付给这些银行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过去经验 我们谈到传统的IPO 其实一直在减少 不只是费用高 加上过去因为没有选择 那老板们需要资金 或者需要落袋为安的时候 也没有别的 但现在管道这么的多 就是啊 群众募资 私募基金 所以很多公司就干脆我不用IPO 当然也有各种的 刚才讲IPO还有另外一种 越来越常见的方式叫direct listing 它的确比较省钱 就直接上市了 就不用经过刚刚讲的那些 像Spotify就是采取这种方式 所以Spec它为什么诱人也就在这里 因为相较于传统IPO 它真的方便速度快太多了 而且如果它真的并购成功 的确是一本万利的生意 就说像如果我现在Spec 我上IPO的时候 对不对 你是投资者 你觉得我这个说明还不错 我这个方向还不错 你就开始投资我 那你现在投资我有什么好处呢 有的 将来我一旦并购到的公司 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来成功 而且你还可以享有 很低的价格的选择权 所以报纸率非常的高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Spec 现在大家看到了 因为它其实也不是新的 只是过去这两三年突然热起来 然后飞到时候欢迎 大家看到了它的好处 但它也不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首先第一个 你看任何东西 只要多人投入 会不会泡沫化 当然会啊 你要想到接下来 如果你看政府大傻币 利率一旦调高 一旦有通膨来市场冷却之后 这些Spec其实都很麻烦 再来就是刚刚讲的Spec 这种设计啊 它其实对于后来的外部投资者 其实是不利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我Spec 上市的时候 你就买我股票 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 可是你后来当我并购了之后 你现在来买 很抱歉 我们这些早期的股东啊 这个要么保有很低的 这个低价取得股权 要么就含有这个选择权 所以就会稀释掉 你接下来买的投资报酬 所以这个其实对长期市场来说 也是一个潜在的麻烦 OK好 所以这只有美国的市场 好问题 不是 大家如果看它现在已经蔓延到欧洲去了 包括荷兰啊 包括英国 因为我在想说呢 对台湾的这些习惯在股市里面 进行出售的人来说 它的讯息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台湾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OK好 但如果说你要去其他的国家里面 去做这些股市投资的话 对但如果大家对欧洲的股市有兴趣 可以去看他这期欧洲的栏目 里面讲的是阿姆斯特丹的股市 其实非常有意思 这样子 OK好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这个对我们来说呢 新春开红盘 这个相关的一些跟财经有关的话题 在这期经济学人杂志也特别的多 接下来要聊的是 英国第二波的金融科技潮 这场的是什么 Fintech Fintech其实我们有一阵子没谈的 尤其是英国的Fintech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先前那几年 英国的Fintech是全球走得最快的 走的城市 伦敦是走的最快的城市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最国际化的一个金融程序 但是因为这阵子都在谈什么脱欧嘛 那整个中欧洲谈判 所以大家就忽略跟比较少谈 因为现在总而言之不管你喜欢脱欧不喜欢脱欧 总而言之就尘埃落定了就是了啦 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Fintech 全球呢两大城市 一个是旧金山 因为西谷嘛 再来就是伦敦了 而且这个规模看起来到未来五年 未来这十年还会翻个好几倍 中国大陆Fintech 对加上中国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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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以英国来说其实Fintech一直都很热 只是新学院这一期特别提醒我们 除了过去的热的第一波之外 接下来下一波 大家千万不要忽略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波 第一波重要的特色是所谓的V2C的概念 也就是说基本上诉租的是一般消费者 一般users的基本需求 例如你要贷款 例如你要汇款 英国最有名最重要的那家叫做Transferwise 就是专门做国际汇款 用点对点汇款的 因为过去你看你要汇款 第一个你要先在你local的银行付一笔钱 然后中间还要付出汇率的代价 然后对方的收款的银行还要再收一笔 所以是不是被扒了好几十匹 但是Transferwise用的是点对点 直接从我的账户 汇款你的账户结束 那你只要付我一个很便宜的手续费 就完成那汇率的部分我完全是取中间点 因为过去你知道汇率都是有买价卖价 一来一回之间 你损失我也损失 但是它取中间价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Transferwise过去 Fintech所克服的传统金融业 长期以来老大哥心态来吃地消费者 的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但接下来英国正在很多新创在推的是 2B的概念 B2B 2B的概念 也说为企业来量身打造金融服务 怎么说呢 我举例子 例如如果你是卖车的 或者你是卖二手车的 需不需要卖保险 每一个开车都要买保险 要啊 所以未来二手车商可不可以自己卖保险商品 其实现在很多的二手商也有在卖 只是都还是从保险公司那里转来卖 然后赚一点零用的手续费 那未来其实保险公司 为什么不会自己卖保险商品 那就是自己设计保险商品 是 所以用Fintech来介入 所谓的这个业者所提供的新的金融服务 再来比方说如果你是Walmart 其实Walmart一直都想做金融业嘛 我们都知道 所以不只是Walmart 你未来你搞一个中型的超市啦 中型的量饭店啦 那你掌握这么多消费者 这些消费者如果有金融服务的需求 你为什么不能满足他 例如他来贷款 你给我卖给他 是吼 那你这样讲 不就有点像我们这边有些百货公司 竟然都有那么多 我就来一个什么卡啦 然后我这边那么多的需要金融服务的人 我就直接提供他这个服务 所以这边说他会取代原本传统银行的角色 一点都没错 一点都没错 所以当然 传统银行现在还在极力完抗 就我们刚刚讲的 把加上说我们当然 台湾也是啊 台湾连这个电子支付都玩了人家那么久 也是因为传统银行的关系吗 当然这个完抗有理 因为我们都希望国家的金融是稳定的 稳定的 推动Fintech 这个会是所有国家 接下来下一波都要面对的挑战 所以他自己在英国里头去提醒的是英国的政府 但当然不只是英国 那为什么要特别之后 其实因为就在这个礼拜 英国的财政部 因为他去年7月就说他要完成一个新的评估报告 那这个礼拜会公布 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来看看 他叫做Fintech的策略评估 OK 那会讲到他们可能会往哪几个方向去发展就是了 是因为这个其实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一样了 就是他是机会 看起来我们一讲就知道觉得有庞大的需求嘛 是啊 但也有很大的挑战 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安全跟风险之外 另外网路的环境 你像未来这些要用最短的速度完成 你的网路环境速度就不能太慢了 他说以英国的状况来说 一般上班公司 办公室上门速度没有问题 可是你回到家里呢 尤其很多乡下地方 你玩的环境 整个大环境没有弄好 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 再来你看英国现在还加上有脱欧的 后续的麻烦 一些相关的细部的规范 都一个一个要去 你的资金 你的人才都可能出现有些变化 可是就整个概念上面来听 我真的觉得数位这件事情提供太多太多 各行各业所有我们 对已经有的东西 它就更简便的工具跟更低的门槛 你看像我们自己在媒体群 我们最明显感觉就变成说 数位提供的进展 如果说是它这个进展的话 方便性 就会人人都可以是媒体 所以你知道你刚刚这样讲 我今天就变成 所有的企业只要你愿意 你都可以提供金融服务 不是吗 对不对 是啊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谈到网络 谈到这些新创的科技 现在的氛围跟早五年前不太相同了 就过去五到十年之前 大家虽然看到了机会 可是也有很多 一碰零鼻子会的故事 也会觉得风险很高 麻烦很大 还没有成熟 但现在大家谈 不管是我们刚刚谈的 这个气候暖化的 相关的因应的新的科技 大家有没有觉得 那个已经觉得很具体的 成熟需求在哪里了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 可什么东西 以前就是 就是到处去试 到处去撞墙 但现在你比较知道 哪些东西比较可行 哪些东西可能比较不可行 就是你把你的资源跟力道 可能集中在几个 比较主要的面向 没错 刚才讲的金融服务 其实也是一样 你一看就知道 需求是存在的 那差别只是说 你如何克服 现在的政治压力也好 如何打造更顺畅的网络环境 以及怎么样让未来的交易 更加的安全 交易的风险更低 其实我们接下来 要聊的下一个题目 也是一样 音乐产业 出版产业 媒体产业 其实现在也开始 大家看到 好像束光来的 尤其是音乐啊 因为过去是年 之前好惨 就是CD没得卖了 唱片不卖了 但现在的唱片也 已经 已经 已经找到新的赚钱方法了 嗯嗯嗯 所以在过去的混沌混乱当中 现在看起来的路 是越来越清晰 所以呢 怎么样 在哪些地方需要集结重兵 哪些地方可能可以放弃 我们休休回来 聊聊音乐产业 好回到蓝星时间继续和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好所以最后呢 聊聊呢我们刚讲到的音乐产业跟创片业在整个数位科技呢 呃这样子一个破坏式创新之后啊到底破坏了什么创新了什么啊 经过的破坏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啊 那所以呢呃这好多的呃唱片公司倒得倒啊 那很多的歌手他可能必须要用开演唱会的方式啊 呃让你感受他的价值啊 那是很多的事情都不一样了啊 那哪些事情在这样的一片的呃混乱当中 或是呃这个失序的过程当中 重新找到秩序 嗯唱片我觉得真是呃 在网络再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好因为之前有多惨大家都知道 诶但是呃为什么接下来谈这个题目呢 是因为2月13号啊 呃环球音乐嗯 呃正式的脱离了他们公司Vivandi OK 那独立出来那未来看起来会走IPO的路线 嗯嗯嗯 呃那这是据 那还要去spec吗 哈哈 IPO 因为这是继去年六月啊 华纳音乐上市 啊 啊 OK 如果他真的要上市的话 嗯 那华纳其实从去年六月上市之后 现在市值已经涨了三成 嗯 将近三成 现在市值已经来到了200亿 所以如果环球进一步呃上市的话 大家目前估它的规模会是华纳的1.5倍以上 OK 所以 我们现在都很习惯还是讲唱片公司 而且不但都已经没有唱片 真的 也不太有CD了 所以OK 那是我们讲了 OK 翻译过来 应该 对要怎么翻译 对啊 其实都比较 他其实是要音乐公司 嗯 Warn Music OK 那去讲音乐公司吧 因为 其实为什么要弹环球音乐很戏剧性啊 环球音乐之前很惨的时候 大概七八年前 最惨的时候 其实曾经啊 那个孙正义 阮银 开价70亿欧元 要买它 要买它 就当时没卖 OK 其实当时照理说 应该赶快拿了钱 落袋为安 对不对 可是当时坚持没有卖 还蛮有志气的 那非常值得 过了这些年 已经脾气太来了 2020年的首九个月 前九个月的营收成长了百分之五 看起来三年之内 整个产业的营业会回到 甚至超过2000年以前的 那个音乐产业的融景 那到底 他到底是怎么重生 因为他们当初碰到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说 网路上面的音乐 还开始 一开始我还记得 那是盗版嘛 对 先是盗版 搞得他们这个 一塌糊涂 所以后来一大堆的 全球的音乐人 串联发动了一些 就是反盗版 那接下来就碰到了 这些网路上面 到处的 都可以这样子 不断的下载 串流什么东西的 那所以现在 不断的去摸索 重新去找到 它的价值跟方式 那现在的重生 是指的是什么 有几个新的商业模式出现了 首先第一个 当然要归功于 付配收听的习惯性养成 既然美国 每五个家庭当中 有三个家庭 是有在付费 订阅 收听音乐的 所以这个 光是这个观念的改变 其实就影响这个产业 这状况就有点像 我们包括台湾在那早年 只没有做出全法的保护 都在卖盗版术 所以乱成一团 但一旦大家 这个观念建立 行为模式建立的话 新的商业模式就出来了 再来第二个 当然我们过去看到 很多唱片公司 已经不只是靠 过去传统卖唱片 除了串流音乐收入之外 演唱会 周边的其他的商品 跟活动 等等都已经成为 它正式的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所以 对于这些唱片公司来说 还是讲唱片公司 音乐公司 对 已经有 蛮成熟的 新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当然 这个新的商业模式 相较于过去 也有新的问题 要去面对的 比方说 现在也的确还是很烧钱 很烧钱 当然要烧钱 因为你看 比方要抢一个歌手 你看 你洞着好几十万美金 的预付版 是受不了 不管是哪一种形态的 从唱片到 到什么tap到录音台那个时间 都不一样要抢 没错了 这是当然是一个 再来第二个是 不要忘了 还有各种新平台加入 来抢这块大品 你看什么抖音啦 Spotify啦 你说这些新的科系平台 它不只是当你的平台而已 它还要抢你的歌手 它要抢你的抢你的作曲者 抢你的作曲家 抢你的作曲家 自己经营网红 自己经营歌手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唱片业 匹吉泰来之后 接下来要面对的 新的竞争对手 要学的新的方法 对你看这样讲的 你又发现跟我们刚才在讲 那个fintech也有点像 没错 就是说过去我们都认为 既定的一些组织 一些什么样的单位 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现在因为社会工具太方便了 别人未必不能做啊 没错啊 所以在你这个产业链里面的 上中下游 现在那种上中下游的概念 通通都可以被颠覆 没错啊 所以你说你看 接下来我们下一波 可能除了音乐之外 我们看到了像新闻媒体 你刚才讲的 新闻就在想说 大家好不容易建立 音乐需要付费 请问你新闻需不需要付费 对不对 所以你看澳洲跟脸书 打那场仗 现在正在进行中 我真的好期待 目前看下 我觉得脸书应该会输 不只是脸书 还有Google也是一样 Google已经先投降了 所以Google现在愿意确认 所以新闻是需要付费的 这个呢 其实我们在美国已经看到了 确定付费的行为 已经渐渐的成熟了 你真的要 阿里不达的内容 网络上随便你看 可是 就是当你遇到你真的需要的内容的时候 你就必须付费 是真的 所以反过来讲 当然啦 我觉得媒体 其实新闻媒体也必须要 自己去面对 你的内容不能阿里不大 对不对 你要值得别人觉得说 哦 我愿意付钱 然后买这个 我非凯不可的新闻 或是专题 好吧 所以呢 当我们聊到呢 这个音乐产业重生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下一步 聊到新闻媒体的重生呢 好 你看我跟尹聪都笑得很期待的样子 好期待 笑得很凄凉 哎呦 不行 好啦 要有一点点期待跟希望跟志气 好 真的是满心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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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